北大学霸,90后退伍老兵,世界合唱比赛冠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批赴亚丁湾护航编队里唯一一名女陆战队员 前海军陆战队员宋喜被网友形容为活出了别人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的精彩 可能从小有这样一个军旅的梦想,我爸爸以前是在部队的,所以小时候会在部队待了这么有一两次 所以那种部队的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那种军营的那种热血给我很大的影响 所以长大以后一直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再重新回到那样的环境去感受一下 当时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其实蛮高兴的吧,蛮激动的 就觉得盼了这么多天,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盼来了 收到录取通知书只是开始,等待着宋喜的是陆战队员难以想象的艰苦 但宋喜却从未想过放弃 当兵既然你对国家做出了这样一个承诺 并且我当的这个兵种又是我特别想当的 所以即使有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它可能是非常艰巨的 甚至有的时候是会让你受很多委屈,或者说是炸一下看上去不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为了我自己的目标,为了我想要完成的事业 我觉得是可以战胜它的 最惊险的经历我感觉是,就是那次扎海道那次是,其实是别人惊险 然后我们在后方替他们操心这样子 那对于我们在后方的人来说,其实还是蛮自信的 蛮为自己占有,就是蛮相信占有的 但是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其实谁也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 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惊险不惊险不知道,但是还是蛮揪心的 2016年年底,宋喜因为表现优异,作为唯一的一名女陆战队员 参加了护航任务 当收到要护航任务这个通知的时候 她感受到更多的是兴奋和忐忑 一边是对这种任务的向往的那种激动 另一方面也是就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去城 所以当时也是有很多忐忑在里面的 艰苦的生活中也不乏浪漫点缀 宋喜回忆,她最难忘的是坐在甲板上看彩虹 经过军营的历练,宋喜从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退伍老兵 对国家对军人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一开始其实到部队更多的是实现自己的愿望 然后去证明自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当兵之前是特别想当兵 然后当完兵之后其实算是一种特别爱部队的这种感觉 做学生的时候想的会特别大特别空 但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去作为之后 可能觉得很多事情它并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你一定要去用行为去体现它 这样的一位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 代表卢 晋得披曼